今天我们准备做一个宝宝腐蚀是南瓜手指条 需要用到的是配方奶粉或者是母乳80克 然后南瓜待会我们蒸熟煮熟应该是100克 然后低筋面粉是50克 然后再配合一些草莓跟肉泥 我们切好之后把这个籽给先挖掉 南瓜要用尽用十分次把你们的丝也一起挂了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作为 Swan 然后再用1人条 抗许蚀 冰箱 我们一起用冷冰箱 他们已经在家里设计 我们下船 这样子是112克 我们把皮待会削掉 就差不多是100克 你如果切到手弄重一点 不要切到手 这个南瓜有点糊度 因为它是这种贝贝南瓜 所以我们要分几次 才能把它完全 这个皮给它切下来 这个皮肥 我们把这个削好皮的再撑一下 看看多重 完美 我们待会儿要上锅 去把南瓜煮成 因为南瓜比较硬 所以我们切小块一点 这样才比较容易 南瓜我们就用冷水来煮 因为它是根筋制的比较难熟 所以冷水 水开了以后等一会儿 然后在里面盖上 冲一下南瓜 然后我们吃的肉 吃的肉 差不多了 我们还没关系 我们现在把这个南瓜稍微过一下冷水 这个水也得是沉浸水 然后因为我们待会儿用搅拌的话 它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这个比较烫 不能直接放进去 好 十秒钟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把南瓜放到这个 烤焙机里面 然后加入这个配方奶 差不多这样 我去倒一点腐蚀油 这个是防止它黏 以后再放进去 然后再加入这个 清潮油 我看不到 我们放入打的这个鸡 我们往上风阵 大概20分钟左右 蒸个20分钟左右 然后再蒸个5分钟 准备一根筷子 沿着这个边 滑一下 准备一个盘子 然后手抓住刚才那个模具的边子 反过来 然后放凉了我们再把模撕掉 静置一会儿以后我们把这层模撕掉 然后我们把它切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切一下 然后把它切一下 还蛮松软的 就是适合孩子吃的这种软度 这种软度的软度